首先我先介紹一下 我是那個辛白的 不是他媽媽 我是他阿姨 那因為他媽媽是空腹園的關係 那需要飛來飛去 那所以這個疫情的關係 所以避免讓大家有這個機會接觸到 所以我代表他媽媽出席 那我剛剛有看到所有的同學的表現 那其實我相信大家會想要來參加這個課程的話 應該都是想要精進自己 那這一次辛白報名是我幫他報名的 不是他媽媽報名 那就像他說的 他當初就是從小的時候 因為媽媽是空腹園的關係 所以他只要寒暑假他都是出去旅遊 所以這類系的課程從小到大都沒有參與 那我就覺得說 蠻對他們來說是 光是靠著旅遊去看有世界觀國機關的話 是不夠的 那因為現在的年輕人對於自己的表達能力 還有溝通上 大部分都專注在手機上 所以講話呢 常常都是口齒不是很清晰 我常常看到電視上 大家講話都是很多連字的音響帶過去 所以就是希望各位同學在參加這次課程上呢 有人從中學習到很多 然後另外就是提醒各位同學 因為這三天的課程呢 這個費用不是很便宜的 所以對各位父母親來說呢 其實他們捨得願意花這筆費用 讓你們來參加這個課程的話 你們應該要心存感恩 然後另外就是希望從這個課程當中 大家可以繼續把它運用在生活上 然後繼續的發揮下去 這樣的話才不辜負父母親對你們的期許 這是我的表達 謝謝